我們如果您那個 在一家還沒到您家的 您先看這邊 您可以從我們剛剛那裡 先找一下 我有藍綠木影片 您就先用這個嘗試一下 比如說我煙也好 或是同學的都可以 這兩位同學我一直跟他 很抱歉啊 因為呢他上過一次課以後 就永遠都要上下去了 哈哈哈哈 好一樣的方式您就把這個煙 你看我現在在這裡 藍綠木影片 好按著我把它丟進來 拉上來 有沒有這進來的 好那 一樣當然還是要有一個背景 所以我還是找一個背景拿進來 那我這邊就直接用圖片 我就用搜尋的 好來這邊找 你看有沒有很麻煩 對不對你要慢慢找啊 好我們找這個畫廊 OK進來了 那這一張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稍微 按右鍵 我把它縮放 電形到這個 這樣是不是剛好 那現在把它拉下來 綠木在上面 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啊 我現在就要動到它 那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在移動的時候 到底我選到哪一個 你看喔 如果您的框框是變成這個 紅色的 表示您現在是在操作這個 後面這個藍色它會亮起來 但是那個是後面的素材 所以你從顏色去做判斷 好顏色判斷 像我這樣我就知道 我選到的 現在在操作的是後面那一個 藍色是因為你滑到那個素材 它就會怎麼樣亮起來 好所以我點到它 那這裡呢 你要不要放到最大 看你 好我先把它放到最大 那你用這種藍綠木呢 放到最大之後 一樣按右鍵去做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突然不見呢 因為在OBS裡面 影片預設是只播一次而已 所以它就消失了 播完它就消失了 那怎麼辦 你在這個地方 在你的影片上面 按滑鼠右鍵也可以 屬性或點兩下 或點兩下都可以 屬性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循環 你把這個勾起來就好了 這樣你的影片就會不斷循環 有沒有回來了 好現在呢 我就用一樣的方法 按右鍵 濾鏡 進到濾鏡那邊 好增加色度鍵 其實我們不是只有視訊啊 或影片可以用喔 我們一般的圖片 也可以套用這個濾鏡 所以如果說您是在藍綠幕前面做的 你要把它去背也可以用這樣 好所以我按色度鍵 好確定 有沒有一樣 煙就出來了 如果你覺得這樣煙太多 你就把它拉過去一點 那有些我有發現 之前有遇到一個經歷 有些螢幕會色偏 就變成說它這樣去掉 可是煙 事實上看起來是有點綠色 那這個時候啊 您就可以透過什麼 就要透過這裡 因為它也有濾鏡 可以去調整 就是那個色彩的校正 等於說到它 綠色變少一點 或變黑白 或變黑白 因為以煙來講 只要黑白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做喔 就從這邊按一下 色彩校正 好進來 我就把它的 這個叫做 色偏 飽和度 這個 飽和度 我們的飽和度 就是我們講的 老師有看過那個叫做什麼 洗衣精的廣告有沒有 鮮艷亮麗 飽和度就是那個 所以我如果往左手邊 你看一下這個煙 它就完全變黑白 我如果往右手邊 有沒有綠色跑出來了 有沒有這樣綠色跑出來了 對不對 我往左手邊 因為它原本是綠色的啊 這樣有沒有變黑白的 煙越來越白 這樣看得出來嗎 我的是看得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應該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色彩校正 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色彩校正 也是濾鏡的一種 這邊 所以如果說您剛好遇到 那個需要 顏色有偏差的 可以用這個方式 稍微調整一下 那這樣它就會不斷的在上面 就不斷在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再把 比如說同學的影片啊 你要加進來 我就再把它加進來 好 放進來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它就是綠幕了 所以我在這上面 一樣 你先告訴它要循環 不然等一下不見 對不對 第二個 濾鏡 增加 色度見 但是進來就不是用綠色的 要什麼 藍色的 好 太多 回來 有沒有這樣就回來了 這樣 好 所以您就可以自行再 依據那個調整看看 不過說真的 我們一般在拍片的時候 最好減少這一種 就是這樣 太靠近旁邊 盡量我們拍片的時候 假設綠幕是這樣子 最好不要站到那麼旁邊啊 好 應該大部分我們會比較希望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是最好 所以您如果用一般的那個剪接軟體 它會有一個叫做安全框 好 那安全框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希望你的動作或者是主角或者字幕 能夠盡量在正中間 避免被切到 避免被切到 這樣子 好 所以您好了之後 就按確定啦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但是這一種的 我通常就會這樣站旁邊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曝光 就是這邊的問題就不會跑出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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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應該會擰